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食千万种 哪有好吃带你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钱东丽莫尹 现在我们在厦门祥安这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款用米做的小吃 而且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一起看一下 走 光荣之家 我老公是当心的 被捂出来 对对 这些是纸巾 干的才能炒 沥干 等下拿去炒 这一锅要炒多久 我平常要放个东西来炒 这烧水是真的炒 两个配合工作 干炒 一直炒 炒到水 以前200多斤从圈上面这样起来炒 炒9个多钟头 这个锅团一直不理所的 手酸啊 放我 我手酸啊 放他就是一直炒 我闻到香味了 现在炒好了 那炒起来要给它放了两三天 来磨才会细 这一锅就炒好了 磨这一盘了 四个都有 这个是肉米嘛 金黄色的才好料 磨米的 几次才做的 40多一点嘛 现在50多岁啦 做了10多年 那是年龄比较晚才做的东西 对 这是磨第二变 要磨三四变 这是羊巴 对啊 羊巴放下去 比较会软 以前做的都是没有放花生 吃起来一点 后一变还要加花生下去磨 那现在花生换了兜 花生换了兜就比较软 比较好吃啦 加花生下去就裹它香味了 对啊 这个还要给它冷一下 冷一下才能拌糖 这糖都没得这么细啊 对 那么细细还要再过滤一下 对 要不然有一头一头的 但细的才好 还要这么拌 当地来干嘛用的这个 这是外败用啊 外败啊 对啊 压一遍再动 这样压它的 里面的才爆花生 这花生磨得太细了 对 这样才会香 突然吃起来 一粒一粒的 不好压 再撒一整那个粉 对 现在就变成有夹心的 嗯 吃起来就 没有那个天天天天啊 一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都是真材使用的 这压也不能力气很大哦 要 要压绝 现在哦 正常会放多久 不会坏掉 现在可以放半年 那盖一下 上面会 这样子脏不会坏掉吗 这个就从我们小时候 蒸这个的时候 都是用这一种 平时一锅能蒸多少斤啊 两种才五斤多 斤多要蒸放六斤多 一天要做多少 做一百多斤 从早上五点多 开始蒸 蒸到晚上五点 十几个小时啊 对啊 我老婆他也是很配合我的 他整天蒸是我赚 做这一种要两个人用配的 很配合做起来也没意见 不然他天天吵架 以后一吵 他做的吧 我做的比较快 做的比较快 做的比较快 这么大根木材 那刷一整天 半天 要等到年了吗 好 要用刀 用刀来刷 蒸熟拿刀一切它一块块 嗯 这等的时候才好 那一盒多少钱 一盒十二块 有一斤吗 有一斤 那一天才做个一千多块钱哦 没别说了 我们在荣村就这样子 年轻人在外面去赚钱 老人在这间多一点 让年轻人来一班 你们孩子有做这个短期吗 没有 做这个太累了 叫我们都不要做 那你可以收徒弟哦 到人家要来斜啊 到下一代这个失传就不好 什么东西都要一代传一代 这干蒸出来热乎乎的 哇闻起来好香 有那种米香味的 干蒸出来更松软 这要配啥吃 不然太干了 夹心是那个花生馅的 这花生馅也是磨得很碎 这个叫做米糕 跟我们以往吃的米糕有点不一样 你看 这一片片的夹心的 他们家是有两种口味的 这种是芝麻馅 还有一种是花生馅的 我们就试一下这个芝麻馅 先摸起来有点硬的 干蒸出来吃的时候 摸起来比较嫩 吃起来不硬 很松 而且很鲜 而且它的粉弄得很细 哇 挺很嫩劲的 它的米外面也事前有掺杂 那个花生馅馅 头脚嚼起来很鲜 加上米本身也是有炒过的 这种夹心的米糕 我是第一次吃的 你看这一层都是黑芝麻的 现在这个米糕哈 在当地主要用于拜拜啊 或者茶点茶配啊 这个一定要配啥 就是没配啥吃起来 后面越吃越干 我个人是很喜欢吃的 先这个来泡水就变成米糊了 我做这个非常麻烦 就是时间做期非常长 做这个小吃非常辛苦 这个老板的孩子不愿意学的 而且孩子也叫他妈妈不要做的 但是老板来说他就想把这个所谓流传下去 所以说他也很愿意教现在愿意学的人 只要有人选学 他都毫无保留教人家了 我觉得他们心态会长好 味道方面我是觉得值得推荐的 大家喜欢来试吃一下 那我们这期视频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放下点赞给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